一二三四 今天我們來到牛魔 在香港牛魔吃過 都吃過不止一次 馬來西亞原來也有牛魔 當然要來試一下 在身為的這間牛魔 究竟跟香港的有沒有不同 今天當然要約高媽媽 一起來 高媽媽 你很努力 是啊 我等了這天很久 今天來到牛魔 我們在香港吃過多少次牛魔 我因為工作關係 因為我工作的地方很近商場有牛魔 所以在香港的時候 我可能一個月都會吃到一至兩次 即是當飯堂吃的 是的 午餐的時候 所以在香港都吃到不少次牛魔 在這裡我真的第一次吃 都想不到馬來西亞會有牛魔 是啊 試完我在這裡 一段時間 我覺得 真的很想念肥牛 我不知道高爆發有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在這裡要買 例如我們平時在香港打火鍋 肥牛是必備的 你很普通通的街市裡 你一定找到肥牛 澳洲 總之你要什麼 羅七蘭那些都有 但是在這裡要買好的肥牛吃 是很困難的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就很想念這種 忍客忍客的感覺 因為在香港 我們例如要買一些 打火鍋的食材 其實是很容易的 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店 在店舖 珠吉市場也有 或者在街市裡也會買到 但是在馬來西亞這邊 就不太容易買到 一來可能豬肉已經相對比較少 以及就算是一些 類似火鍋用的肉類成品 無論是丸或者牛肉等等 都不太多或者容易買到 或者有些地方買到容易 可能網友都告訴我們 其實丸裡都可以買到 不過我的經驗就是 如果想買一些好吃的肥牛 就比較困難一點 有牛肉片買的 但也不是我們 因為肥牛通常都是 有些肥肉再加瘦 但牛肉片買到的 多數都是比較瘦一點 可能煮菜就可以 炒 如果是用來火鍋 我們就未必對 對 就不是打火鍋那種 所以一直都很掛念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人是很喜歡打火鍋的 如果大家去到香港的時候 或者在香港生活的朋友 就知道 我們朋友之間的聚會 或者是 例如出去吃飯 總有機會去吃火鍋 沒錯 即是我們會以火鍋 來一個懸疑活動 朋友之間聊聊天 沒錯 所以香港其實是非常多 牛魔打火鍋的地方 而牛魔是其中一間 這裡跟香港的牛魔一樣 都是自助形式的 有不同的價格牛的選擇 也有一個自助bar 在外面可以拿一些其他的食品 或者一些熟食等等 而豬肉 牛肉 雞肉等等 就會視乎你選擇的價錢 就會再比 有些可能只是上一份 有些可能是無限的 還有不同級數去選擇 不過我覺得 這個好像比我們選擇的肉類 好像比較多 之前在香港吃牛魔 因為有肥牛 有雞肉片 有豬肉片 但就沒有魚片 這裡有花 對 還有蝦可以選擇 加錢的話 這裡除了吃火鍋的肉 或蔬菜之外 還有一些熟食 可以夾進來吃 就是這個 鮮魚 在這裏 這個跟香港一樣 我們有時候去打火鍋 最喜歡就是混醬 是說把不同的醬料混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對 因為有些人不吃辣 有些人喜歡多些洋蔥、蒜蓉等等 這裡可以自己去自行配搭 這個馬來西亞和香港都一樣可以這樣做 好可愛喔 菇媽媽 這裡大家看到是一個木箱 裝著火鍋 香港好像沒有 是呀 沒有 香港是放在桌子內 放在裡面的爐 你選擇什麼湯底 就把鍋放上來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一來比較安全 它不會動就動一下 因為這個是平底 二來沒有那麼熱 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這樣又安全 而且對這裡的職員 有些人的侍應 拿東西過來 或者這樣都很安全 我覺得做得很好 香港沒見過這個木箱設計 我覺得是因為 其實它都比較啞位 相對來說 可能會啞了空間 你又說得對 因為如果比較之下 香港的牛魔坐的地方 應該是窄過這裡 沒錯 可能這裡坐三個人 香港那邊要坐四橫 即是它要將一些人 再近一點 代表就可以再做多台客 這個都是經濟考慮 但是這裡的空間感很多 很闊 再加上這個設計 我覺得就是給它一個Like 才行 這裡的湯底都有很多選擇 豬骨 Sukiyaki 壽喜燒 澳洲地獄 骨膠原雞湯 君布 番茄等等 應該跟香港差不多吧 對 差不多 一樣有些升級的藥膳湯 也可以選擇這樣 同樣牛的種類 出產地 吸素 都有不同的價錢 好 讓我出去看看 有些甚麼食物 因為除了本身 我們的鋪飛裏 包了不同類型的肉類 豬肉片 牛肉片之外 外面也有一個自助bar 讓大家去選擇食物 就是除了肉類以外 主要是蔬菜為主 例如看到有些菇 有豆腐 然後有番茄 粟米 打火鍋 因為肉類比較多 所以一定要吃多些菜 除了蔬菜之外 還有甜品巴 有些布甸 蛋糕 還有麻薯可以選擇 還有水果 當然做沙律 給大家吃 吃吧 喂 今晚 差不多吃飽飽了 嗯 你覺得在馬來西亞的牛摩 怎樣 沒有感覺 我覺得跟香港食差不多 你說的味道 或者整個整體的感覺 其實都是在香港吃的感覺 我也很同意 因為我發覺在這裡吃的時候 就好像在香港一樣 就是跟朋友在這裡吹水 一邊錄下錄下說話 對 說說近況 有那種家鄉的味道 我猜不覺得是來自牛魔 有些朋友說可能要吃叉燒飯 雲吞麵 想到香港 還有牛魔也有這樣的感覺 我真的猜不到今天的意外收穫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喜歡吃火鍋 是因為可以一邊售一售一售一售 又可以聊天 因為有時候坐在這裡吃小菜 其實都是坐在這裡等吃的感覺 送一來 大家就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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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錄的過程裡你等待 於是很自然就會說說說話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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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然後我有一些朋友很喜歡打火鍋 對打火鍋很有心得 他們就會說說 一定要撇走最面那層 還有 為什麼 還有 次序 我們對夫婦特別是有這個經驗 沒錯 他們是以打火鍋為主食 主食 沒錯 每個星期都要打 所以他們是非常有的研究 怎樣打法呢 肥牛哪道好吃呢 對 什麼次序好吃呢 為什麼會是最出到的鮮味呢 我説這些就是可以在阿門的很高深的學問 對 這裏的環境呢 我覺得比香港的牛魔是肥人 即是人和人坐的位置 都會覺得空間感比較多 變了會覺得很焗促 放一些食物 你知道 通常我們叫幾碟肥牛 或者拿了一些食物放在桌面 都會比較有腰肉位置 在香港有同時 就是把桌子很快沒有位置 但在這裏就不會了 這個體驗是很舒服的 在這裏 即是香港的牛魔的味道 在這裏的價錢和在香港差不多 所以其實我想在這裏來說 那個消費是屬於貴的 因為我們未看單 但應該都要八九十元一個人 即是香港價 八九十元你説的是港幣 我們平時午餐 你在香港如果在大張材料吃 五六十元其實都很正常 六七十元都大有人在 每天都要吃六七十元 所以其實在香港的價錢 就一點都不貴 因為一個普通的午餐也差不多 但如果在這裏的話 就比它便宜的就有很多選擇 所以我相信在這裏來說 這裏的消費在牛魔吃是比較貴的 這個西洋菜真的要給一個讚 很少吃西洋菜 在香港很少吃西洋菜 因為會很癢 咬下去就好像 覺得自己好像牛和羊在吃醋 但這裏的西洋菜是非常甜 而且很好吃 平時吃的那種好像在香港吃渣 但這裏吃的西洋菜很甜 而且很容易入口 這個一定要給我一個讚 好像香港牛魔吃的西洋菜 都沒有那麼好吃 通常我們吃的西洋菜 那些狂真的很硬 但這個有點像皇帝菜 不知道是否叫皇帝菜 那種味道呢 口感 你也說皇帝菜 味道當然不是 但那種甜的感覺 是西洋菜吃不到的 或者吃的比較高級 在香港吃的比較貴的西洋菜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我想這裏 我猜不到 非常好吃 打邊爐就令我們思鄉 這一杯 敬我在香港的邊爐有 喝杯 喜歡我們馬拉谷Family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啦 多謝各位